我路过了开罗占地80亩面积的最大的公园 据说也是开罗最美丽的公园 阿尔阿扎park 里面五景山色青草绿地 这个餐厅还有美丽的金珍寺和建筑 确实跟街对面的贫民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我现在正在步行前往 有名的开罗四人城 是开罗最大的贫民窟 依然也是最真实的贫民窟 不像印度 印度现在已经把贫民窟作为了它观光收入的一个景点之一 其实埃及人虽然穷 但是在演出它的穷的方面 却依然显得是保守的 是有自尊心的 在刚刚那个开罗最大最美丽的 80亩的青山绿水的公园对面 就是最著名的开罗四人城 从十四季开始 埃及开罗的达官显贵就把自己的目的建到在这里 而且把目的会建得像居所一样 有院子啊 有卧室啊 就像生前所住的房间一样 在西马的时候 那个守护人告诉我们 之所以做成这样子 他们觉得自己还会活过来 希望自己活过来的时候 依然活在生前居住的类似的居家藏口里 而这些达官显贵 一般都会雇用守牧人 不给他们威果的薪资 在这里 盘守着 打理着 他们家族的墓室 到后来 政权更替 达官显贵消失 守牧人 世世代代 依然住在这里 也把这些房子 变成了自己的居所 后面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景观 那就是 活人和死人 住在一起 目前为止 这里仍然居住着 一百万 埃及的当地人 而部分守牧人 也把自己的居所拿出来 送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 收取归国的租金 泰楼政府也默认了这个做法 他们其实也一度觉得 这影响了埃及的一个国际形象 想把他们赶出去 但是因为泰楼人太多了 人太贫穷了 赶出去的这些人又能去哪里呢 所以现在默认他们继续住在这里 但是加强了管控 现在在这都死人城里有 金珍寺 医院 各种政府办事处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居民区 但依然是开罗 甚至整个埃及最出名的 最大的居民 居民 隐藏着各种罪犯 各种不堪 各种污秽 但是也没有各个博主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 那么黑暗 那么恐怖 那么可怕 因为你看看 在这个对面 却是一派繁华的 现代城市的感觉 吸引我而来的 并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网络流量 也许因为自己的潜在性格里 总是更崇尚阳光 被埃及的贫富差距冲击后 便对不一样的事件 产生了窥探的好奇 此时的天色已经暗沉 虽然在我破色的手机镜头里 还是有点光亮的 顺着两旁对满垃圾的小道 顶着胆子 从明亮的现代化区域往下走 就好像自己 在走向黑暗的地下城市一般 不要觉得我有夸大其词之感 毕竟眼前看到的所有房屋 全部都是墓室 地底下是真真实实的 逝去者的残骸 而埃及开罗真正的底层人民 也隐蔓在此 和拉西 墓室 卑文 尸首 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本来只是想在阶梯下的外围看看 毕竟大排档 和来来往往的车辆 一点都不胜人 但没想到 越走越深入 在开罗历程之前 公元1250年 至1500年 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墓区了 但它是权贵者的墓区 也曾一度是开罗的纳税大户 这次得到的墓主亲属 需要按照目的的面积 每年向政府纳税 通常门楣或者门牌好处 雕刻着墓主的深屏介绍 和墓碑续号 阴森 优良的气息 贯穿着深入的这些小道 两旁的房屋 基本都只有一层 墙壁保存得很完好 窗框通常破旧不堪 钞里探去 有的是狼藉一片 有的可以瞧见餐台 摆满了做菜的器具 没有其他家具 倒上两旁全是垃圾 偶尔一小片一小片的墓碑群 会显现出来 寥寥无几的行人 马车和汽车会经过 所以你根本不会意识到 自己在坟墓中穿行 黄色屋顶的清真寺 也是静默的 流浪狗随处可见 凄凉的猫叫声 会从你看不到地方传出来 便又壮起胆子 转弯 往更狭窄的 深入的 但有点点灯光的地方去探寻 一进去就是十几个墓碑在手旁 有菜箱从墓碑后面 微弱灯光的房子传出来 让我安了安心 就还想去看看 饭香未传出来的那间房子 究竟是什么情况 却被一个身着穆斯林服装的老大爷 招手叫回了主道上 虽然语言不通 大概意思是 让我不要往里走 不安全 还帮我挡了一只 凑上前要吃的 狂热的流浪狗 于是我就返程了 现在天色渐完 我不想走得太深入了 因为我看一下地图 我已经在这个中间了 就不想扑得太开 大概地感受一下 他们的底层的一个感觉 这里有一个小的岔道 可能大家更能感觉 因为我的手机镜头坏了 没办法给大家呈现出来 走进来 在我这个手的下方 就是一个个墓碑 上面刻着 死去的全国的名字 而再往里面走 就是居民居住的地方 刚刚有走过居民的房间 往里面写了一眼 就是一个大的开间 而且确实 非常的破旧 是底层的居民 所居住的条件和生活环境 然后你看我后面 又是墓碑 墓碑旁边就是闪着灯光的房间 我觉得我们不能以揭露 其他国家底层人民的生活 艰辛回血头 只是说感受一下 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 同样是上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埃及甚至比我们国家 还要多两千年 但是看看如今历史的推进 总是不会以过去的辉煌 给你任何的慷慨 给你任何的迁就 好了 踏上这条狭窄肮脏的台阶 我又回到了这条 贫富分界的主干道山 刚刚想往里面再看看 因为看到有一处地方 我拍摄给大家的 墓碑和居民房真的是混在一起的 旁边就是五六个墓碑 上面或者军机的名字 右边就是可能以前的墓室也好 守屋人的房间也好 透出了夜间生活的灯光 在那里想再进去稍稍看一下 当地的一个老爷爷 他用手势 意思是说不要进去 也不知道是说不安全 还是怕打扰了他们 让我出来到主干道上 又帮我赶走了里面的流浪狗 因为里面流浪狗实在是太多了 看看他身后6公里的 所谓的死亡之城 有人在网上的评价是 他们在埃及人眼中的角色 就跟在垃圾山中拾荒者的角色 其实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 每个人他生下来 包括先天的家庭环境 和后天的生长环境 加上自己的人生的理解 造就了他是否是一个真的 死亡者 还是迫不得已变成一个死亡者 还是能够在这个死亡者的背景当中 还捏而出呢 蛮有感慨的 我觉得埃及是第一个让我感受到 贫富差距如此之明显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自己挺难想象 比如说在里面住的一个房间 它以前是一个陵墓 甚至说下面还埋葬着 十五十六十七世纪的 某个未知者的骨灰 或者遗骸在下面 然后门上是他原来的名字 或者家族里面的一些介绍 但是你在里面过着 柴米油盐的生活 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环境 和后天成长的环境不一样 我们不能老是以自己的生活观念 去揣测或者说去评判他人 总之生活不易 我也祝福生活在这六平方公里的 过久城市的人们 也希望他们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 依然能够勇敢的精彩的 活出自己的一生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做到这里了 下一个地方是哪里呢